欢迎收看12月30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推动太平洋业务职生活圈 以海洋为主轴的共荣游戏乐园 太平洋公园即将开放了 县长徐真为日前和建设处等业务单位前往会刊 检视公园内的游戏设施以及活动场域 以及回南湾流水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而预计换张完成年底陆续开放民众来使用 花联太平洋共荣公园新建工程 以及回南湾流水环境改善工程即将完工启用 日前县长徐真为协同建设处长邓子余 及业务单位同仁前往会刊 检视共荣公园内Play4All概念的游戏设施及活动场域 以及回南湾流水周边环境 得天独厚海岸美景 花联县府积极推动太平洋优质生活圈 将太平洋公园打造为以海洋为主轴的共荣游戏乐园 以既有大型沙坑海盗船游距为中心 船连周边附地配置多样共荣游距设施 并保留最大限度原有绿地 将既有贝壳沙步道改造为波浪直排轮练习场 满足各年龄层花联乡亲需求 目前工程进度已达98% 随后建议建设处在园区内能够有专属家长休憩空间 不只让孩子快乐玩耍 也能让家长看着太平洋放松身心 另外县府向水利署争取办理的 回南湾流水环境改善工程也即将完工 也要求建设处改善阶梯落差问题 避免造成乡亲行走不便 两项工程预计今年底陆续开放民众使用 让乡亲体验崭新风貌的太平洋共荣公园 记者长邦远华林区报导